明月小友对外公开灾情的北韩,官方传媒海印感,全天后实施报道风暴消息,显示东部严重水浸,以及记者直击风灾实况,陆志情报道。 江原道多处一片汪洋,汽车需要涉水行驶,美沙克早早登陆北韩的东部,带来狂风暴雨。 官媒罕有感受风暴消息,全天后直播,是计上星期鲍威吹袭北韩之后,官媒再次实时报道风暴的消息,但是没有提及伤亡。 朝鲜中央电视台的记者,星期四分别在通川郡和平壤的大同江报道风暴实况,通川郡沿岸一度卷起7米高的巨浪,多片农田被淹浸,山泥倾斜,堵塞道路。 当局出动货车,向居民广播风灾警告。 金刚棍就有桥梁损毁,道路封闭,居民需要疏散。 报道说,北韩已经解除暴雨和强风警暴,预料美沙克的威力,不及得包威,并将逐渐减弱。 有线电视记者,陆志情报道。